绿岛疑似有民众虐待梅花鹿 用力拉扯梅花鹿身上的铁链 还用脚踹他的头部 甚至不断的发出嬉笑声 台东农业处严重表示 这样的行为不但最长可知一两年 最高还可处200万元发环 白衣男子用力拉扯梅花鹿身上的铁链 一旁拍摄者还不断发出笑声 看到梅花鹿挣扎反抗 男子更恶劣的直接用脚踹梅花鹿 嚣张行径发生台东绿岛近日疑似有民众虐待动物 还拍摄影片散播 台东农业处表示虐待动物的恶劣行为 不但可能拘役最长两年 更可以处最高200万的罚金 梅花鹿目前不是保育类动物 对于这个动物保护的部分 我们不应该有区分那个是不是保育类 或是非保育类 我们应该都尽量的善待这些动物 绿岛山上表示 已经派员查看岛上有氧梅花鹿的民宅和民宿 要揪出恶劣民众保护岛上的生态资源 记者刘林翔台东报导